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 也是中国的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 在国际刑警组织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失踪 中国当局称其涉嫌腐败 正在接受调查 那么对于这个事件 美国的媒体和中国问题专家 是如何解读的呢 详细情况请记者莫宇来介绍 莫宇 好的林森 那么中国公安部 星期一是说孟宏伟 涉嫌受贿违法 是咎由自取 他们说坚决维护和支持 对孟宏伟的监察调查 那孟宏伟是在9月下旬 前往中国后便失去了音信 那他住在李昂的妻子 上周五向法国警方报警 那他星期六 星期天的时候 也是在李昂举行记者会 介绍孟宏伟失踪的相关情况 表示要追求真相 正义和历史责任 随后呢 中共的中纪委官网 发布简单通报 指责 说孟宏伟因为涉嫌违法 正接受国家监委的监察调查 那在几个小时之后 国际刑警组织表示 已收到孟宏伟立即生效的辞职信 那64岁的孟宏伟 2016年11月起 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任期四年 他是第一位担任 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中国公民 那孟宏伟事件也是引起了 西方主要媒体的关注 纽约时报是说 扣押孟宏伟 即使是按照 在习近平领导下 越来越威权主义的体制标准来看 也是令人震惊的 这份报纸说 中国寻求合法性 并在国际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 那孟宏伟被任命为 中国首位出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 这么一个人 就被许多人认为 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是呢在没有通知国际刑警组织的情况下 孟宏伟就被失踪和调查 就是破坏了这种努力 那纽约时报还说 孟宏伟的被扣押意味着 党内事态的重要性超过了中共对国际合法性或透明度的关注 那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孟宏伟事件之后 任何国际组织在考虑任命中国级官员出任高级职务之前都会三思 那华盛顿邮报说 孟宏伟因涉嫌腐败而被带走调查 那这对这位中共高官来说 是非常具有讽刺性意味的反转 因为孟出任国际刑警组织最高负责人 本来是要协助北京抓捕潜逃的涉嫌腐败的官员 那华佑是说 在孟宏伟担任主席一职以来 中国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交了一长串的涉嫌腐败 要求引渡的再逃人员名单 那么知道在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 中纪委在党内上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 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 习近平的反腐是选择性反腐 以反腐为名扫清政治障碍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 中国不惜巨大的外交代价 将身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孟宏伟扣押 足以显示此案对中共的重要性 那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 孟宏伟事件反映了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明显的中国高层有激烈的内斗 现在有很多传言 但是要过些时候我们才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里面重要的一点是 中国这样做已经在国际社会损害了自己的生育 所以这不太可能是一个一般的反腐调查 要不然中国才不会这么做 肯定不会以这种方式处理 事情似乎是极为严重 他们才会以这种方式拿掉梦 那孟宏伟被认为是与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周永康关系密切 那他在2004年被周永康提拔为公安部副部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对孟宏伟涉嫌违法进行监察调查 充分反映出中国政府推行依法治国 以及打击腐败的坚定决心 不过他没有直接回答有关孟是否会被正式批捕 是否能聘请律师以及他的妻子是否可以探视等问题 林森 好 谢谢莫宇 这是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